欢迎收看奥运到英雄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八张允熙 今天来到了台中的康桥水岸公园 在这个水岸公园就知道今天的运动 跟水有关 看似这样的海域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运动呢 答案就是 蜻蜓激流 今天这位选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在杭州亚运得到了铜牌 一个相当好的成绩 今年他也会代表台湾去参加巴黎奥运 又是带着一个谦卑又敬佩的心 要来访问他 等一下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位 我们的奥运国手 吴绍璇 节目 讓我們以最真實 最溫暖 最熱情的掌聲歡迎我們的奧運國手 吳紹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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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那個影片上長得都一樣耶 謝謝 你說眼睛嗎 對 自己講 謝謝 而且如果大家方便的話可以去他IG看他小時候的照片 有一張照片跟現在長得一樣就算了 也是在蜻蜓上對不對 聽說你小時候是非常怕水的 我媽媽跟我說我小時候真的很怕水 多怕 我自己是不知道啊 但是她說就是碰到水 像她以前小時候帶我去泳池 她說我只要身體超過一半的水就會開始哭 真的 然後現在呢 現在不會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少璇她滑的叫做肌流對不對 算是K 因為蜻蜓有分K跟C 然後K是肌流 那C是 也是肌流 也是肌流 所謂的K、C的差別是說 我就簡單講一下 就是K1的話呢 就是大家 最常見的獨木軸的有兩邊講頁 然後我們是椅坐姿在船裡面 就是 我們的船裡面會有椅子 各位觀眾 這是我的訓練褲 我想說 我是不是看到內褲了 然後我想說 我不能裝沒看到吧 因為住在這裡 這是我的訓練褲 我的訓練褲 好啦 那大家有需要幫他加油的話 這個我們上網拍賣 我們需要更多的資金 就一件 就一件 好 所以 K就是坐姿 那C1的話呢 就不會有兩邊的講頁 而是只有單邊 然後是以櫃姿的方式在船裡面 對 了解 所以 有哪一個比較簡單嗎 好入門跟 好上手的哪一種 以肌流嗎 以肌流來說 K1 坐姿是最簡單 因為櫃姿很容易腳痛或腳麻 如果你的筋骨不好的話 喔 對對對 因為它的櫃姿會 就像是日式那種 榻榻米的那種櫃姿 就是 嗨 いただきます 對 那種櫃姿 這樣櫃著滑 對 哇 好難喔 聽說你們家都是在滑蜻蜓的 對 我表姐也是 表姐也是 表姐現在也是我 什麼時候是你們的第一次 就是你看到表姐滑的第一次 你就覺得 我也要 是這種嗎 還是是什麼狀態 沒有沒有 我第一次滑船其實是小三 那我正式開始滑船的時候是 十歲 小學四年級 那 那一次姻緣機會是因為 那時候是跟家人一起去看望表姐 她在外地集訓 那時候我們的教練就看到說 既然你沒事 那你的個人去跑步 結果因為他們那天的 跑步的課表是六公里 然後我又很小嘛 然後那天我沒穿鞋子 我穿假腳脫 結果就真的去跟著跑跑完 教練就說 那你還不錯 你 就是從明天開始也跟著來練習看看好了 就這樣 就是這樣子開始 你記得你那時候六公里跑多久嗎 不記得 但是我真的跑完了 我以前小時候 在我們台中市的行李 算一個小船型 真的為什麼 很喜歡穿拖鞋跑步的孩子 不是是他們覺得 怎麼會有一個那麼小的朋友 穿著假腳拖 跑完六公里 很厲害耶 那現在還是有這個習慣嗎 現在沒有 現在年紀大 腳骨沒有那麼好 需要穿鞋子 年紀大了 每次在滑蜻蜓的時候 你常常因為聽說 一地訓練可以增加 就是當然是國際間的交流之外 你也可以享受到不同的師資對不對 還有不同的海域 但我聽說在比賽之前 你們如果真的要比賽 然後你們是沒有辦法到那個場地去 試滑的 場地是可以訓練的 可以訓練 所謂的沒有辦法提前的是路線 因為其實 對於蜻蜓肌流不了解的人 他們不知道我們的比賽模式 就是雖然都可能看過影片 就知道我們會過那個標竿 但其實那個標竿 不是每次都一模一樣 就連練習的時候也是 可能我上午訓練的時候 我的1到10號的標竿是這樣的 但我下午的1到10號可能就不一樣 那如果我是跟你同一場比賽的選手 我們標竿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比賽的話就是一樣的 比賽是一樣的 但是在比賽前 路線出來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去試滑的 所以你是當下看到路線 才有辦法決定你要回旋 還是知道 比賽當天的前一天 會知道 會知道路線是什麼 然後你就要透過你平常的訓練 去思考說 還有依照你那個經驗 就是思考說 這邊的水流這邊的標竿 我應該怎麼去過 所以你光看 你就要必須模擬自己 明天比賽的狀態 對 然後包括那個水流 對 強風會取消比賽嗎 風太大會 天氣狀態太惡劣的情況下 會 delay或是取消 OK 那你每次在出國的時候 這一艘是跟著你出國嗎 還是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裝備 都會 它上飛機嗎 它上飛機 我看過腳踏車上飛機 我沒看過蜻蜓上飛機 它怎麼 它可以拆解嗎 應該不行吧 這個不行 所以有 可以拆解的 真的有 但是 不用 那你怎麼帶 就是 它算是屬於大件行李 要特別先跟航空公司講 就是我們是親離選手 你要 會帶船出國 對 那你操縱啊什麼的 就是加收錢這樣 就是花錢 對對對 那會有 你有曾經 不小心帶一艘出去 變兩艘回來嗎 我是沒有 但是別人真的有 真的啊 因為航空公司 它行李太多了 你在遇到亂流的時候 可能行李在貨艙裡面 會亂跳嘛 對 真的有選手的船 到了國外之後 大開就 裂掉 然後壞掉 航空公司會賠償吧 賠償啊 但是賠償是一回事 主要是你的裝備壞掉 你怎麼練 對 然後你還要修復它 那你修復的時候 它的強度 可能就不會有原本那麼好 甚至會變更重 好啦 我也要該是時候來面對了 聽說我今天也要跟你一起來試滑 體驗 國手的一個小小的十分鐘的心情 不會讓你太累 你看 他剛剛一直跟我說 你放心啦 我不會讓你翻船 但是你們自己去Google蜻蜓 多少個翻船的 那個 就是你知道練習 我說他們本來就要練翻船這個動作 對不對 叫艾斯基摩翻滾 這是一個很華麗 看起來超帥 帥到不行 但是 那個多久可以練好啊 一般人 看你的 正常人 看你的領悟力 那你那時候多久練好 我那時候比較被殘酷對待 大概 一個星期 我也滿想體驗的啊 畢竟我也有滑龍舟 然後每次滑龍舟的時候 旁邊都很多人在玩蜻蜓 我就覺得看起來很帥很輕鬆 然後很 還有一種鳥語花香跟世界 暫時就是停下來的感覺 很舒服 我想試試看 體驗一下 不體驗不知道 走吧 好 教練現在要教我們一些關於 新手會需要學習的動作 下水之前的一些心理準備 心理準備嗎 快樂的心 OK好就我有 好有 Check 還有呢 那最主要就是 因為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講嘛 對 就是除了船以外 最重要的是講 就是要怎麼控制你的船 前進向左向右或是後退 然後你要知道 講正確的拿法是怎麼拿 或是哪一面 才是我應該 划水抓水的那一面 是 好那我們差不多 就可以準備一下水囉 是的 少璇現在身上的衣服 已經成為了 船的一部分 到底為什麼會講這樣呢 嗯 跟大家解析一下 就是你們現在只會看到這個 像蓋子啊 滑水蓋子 給大家看一下 就像我們正常的時候 船是這樣坐在裡面 那一般來講的話 不會有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會 需要用到這個呢 我們在台灣 就俗稱這個叫防水蓋 就是顧名思義 它就是防水的蓋子 是 那我們就是會這樣子 把我們的 坐進來船裡面的艙口呢 把它給擋起來 蓋起來 那它的作用 不是只是說 覺得說 好像不會讓你房子掉出來 其實它就是為了 防止水 這樣跑進去 對 比如說 這樣子簡單潑水 或是整個這樣倒船 水就不會 灌到船艙裡面去 對 如果我們不蓋這個的話 水很容易灌進去 尤其是我們在滑激流 這個項目的時候 對 會有很多浪啊 水啊 會一直往身上來跑 灌進去水就 船就變重 就會變重 或是會沉船 這個防水蓋的功用就是這樣子 對 但是一般新手沒有要穿的原因是 因為 因為 像我們蓋這個啊 都需要練 所謂的一個動作 是剛剛提到的 愛思義模範軌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蓋這個 你的人會沒有辦法脫困 就必須要拉前面的這個繩子 拉開你的防水蓋 你才有辦法脫困 但像一般新手 如果只是需要體驗啊 或是試滑 我們都會 就是 不需要使用到防水蓋 那你現在就可以先去暖你的 然後我們在旁邊好好看 好 沒問題 直線 回旋 有搖滾區的朋友 那是回旋嗎 剛剛那就是回旋嗎 這就是基本動作 剛剛這個動作 就是最基礎的 所謂的前拉 那我們有更難一點 更快的就是 所謂的大滑 所謂的大滑就是 我們必須要 你最短的距離 最快的速度 完成過這個標杆 喔 了解了 對 它就用你身體最小的部分 進去到標杆的範圍內 然後出來 是算轉圈嗎 轉最小的圓周的概念 對 所謂的大滑就是這樣子 好 製作人不斷的cue說 小爸可以上船了啦 小爸一直在 真是戳眼 好啦 我準備好了啦 我上岸來 輔助你下水 可以稍微想一下 剛剛在岸上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說 講什麼操作 你可以稍微 試著轉看看 你不要拉我走 你為什麼把我推走 因為我要下去了 你為什麼可以拉我 好 這樣就可以後退 對對對 真的喔 真的耶 我後退成功了耶 各位觀眾 我是不是天才啊 不可能我是天才耶 那我陪你去奧運 沒有問題 記得我們講抓的距離 好 對 那個貼布啊 那上面有那個貼 你抓裡面一點 裡面一點你會好滑一點 對 好這樣 如果今天我往前滑 我發現我一直往左邊飄了怎麼辦 趕快滑左邊 好 讓你的船朝陣 好 那如果一直往右邊呢 就滑坡右邊的桿葉 讓它朝陣 啊 我剛剛不小心很深 然後就變這樣很歪 會歪耶 對啊 這個船就是會這樣一直左右 所以我們在汽油裡面的船 才可以一直這樣子 左右變來變去 那我現在目標就是鏡頭 有沒有直線了 沒有 直線 直線在哪裡 直線 直線 好我回來了 按照慣例 我都要跟我們的國手來一個挑戰 然後這個挑戰呢 我們製作大概都會準備得非常的公平 除了速度 我覺得我略有一些缺失 算是弱勢之外 其他的技藝方面呢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成功 所以 你讓我半條船 我讓你半條船 還是兩條船 沒有問題 好 好 我們說 我說開始就開始囉 好 好 預備 好緊張 等一下 開始 兩條船嗎 兩條船 我先開始囉 我坐在這邊等你 哈哈 你說我可以走再走 好 你可以走了 我可以走了嗎 可以 因為我們國快到了 我快到了嗎 我可以 不要拉走 其實要還滿快的啊 其實要還滿快的啊 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 怎麼會這樣 你要小心不能搗船 好 對 對啊 其實開始 這麼快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要從哪裡到哪裡 怎麼會這麼多圖啊 等一下 怎麼有我 我甚至還看不到旁邊是什麼 蛤 是你嗎 好 好 這是誰 好我等一下要找一下邏輯喔 嗯哼 嗯哼 好 我好了 我好了啊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真的嗎 啊怎麼辦 好 好啊 那我怎麼轉回來看 我知道了 就回去剩半招 撞爛 要看細節是不是 對 對 我知道第一張是他在亞運的啊 然後第二張是我冠軍的啊 怎麼會有龍舟照片好好笑喔 糟糕 我甚至不知道哪個他是 他都是骨手嗎 真的 最漂亮的那一個你看不到 怎麼了嗎 下次不可以戴帽子 要把美麗展現出來 我們一起回去一起回答 好 來啊 走 我踩過龍舟就不一樣 那用得比較快 對 比一般人 真的比一般人學得快的 真的嗎 因為很多人會 蛤 什麼什麼什麼就忘記 因為他們 他們沒有碰過水 腦袋就空白了啦 那我們在這邊嗎 好 我們在這邊嗎 對 題目是什麼 好 你好嗎 好專心 最少一張 最少一張 你給誰啊 來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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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戴帽子 嗯哼 他剛剛不是我戴帽子嗎 沒有 咦 你啊 你沒戴啊 可是 我都有 別包含你 好 對 包含你 好 我應該有 我記得你多戴帽子啊 對 還被罵 1 你好喔 1 2 3 好 更獲得1分 你也很厲害吧 可惡 我們都看到啊 沒有怎麼可能 很好答案 我們不作弊 我們不作弊 你有沒有忘記我要記錶桿 好 頸部有掛獎台 頸部有掛獎台 我身上沒有 我確定嗎 一個 哇 我答錯的話 我會回去好好看我自己的社交軟體了 1 2 3 兩張 到這一分 YES 2比1嘛 對 好來 是不是在自拍啊 應該是 不關心 自主 怎麼寫 你可以寫出英 或者你寫英文也可以 Bonjour也可以 Bonjour Salut Salut Sava bien Tai bien 好來 1 2 3 呃 少選比較接近正確 扶著船身 扶著船頭 扶著龍頭 船身跟龍頭 龍頭 好再得1分 不然算0.5怎麼樣 沒關係啦 我後面人都OK啦 就5級了 剩1級了 現在比數是 好像每次玩遊戲都輸啊 3比1 怎麼辦 3比1了 好 製作人你要分 對啊 來 要不然最後一集我們3分 好 給他反抄的機會 可以 沒問題 好懂完遊戲耶你 好來 我大概記得 我稍微提示你一下 好 好 我那個呢 你知道紅綠的差別嗎 紅色是要迴旋的 嗯 然後綠色是直的 那一張呢 我是由逆流而上 有逆流的動作 逆流紅 逆流是什麼呢 逆流是這個嗎 好緊張喔 這個有3分耶 1 2 3 YA OK YA 因為我也答對了 對耶 哈哈哈哈 天哪 對耶 這最後一題了嗎 對 啊緊張喔 啊 這個了喔 4比6 懲罰是什麼啊 我們來跳一下IG的 喔 你知道他們懲罰是一個 聽說是一個舞蹈 剛剛我們這個 工作人員有三個妹妹 一起在我面前 跳了一個非常可愛的舞蹈 我覺得你應該不建議 一起可愛一下吧 我可以先 建議看一下嗎 那我也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工作人員的舞蹈嗎 你要看那個Rails 現在IG很紅的 真的假的 我們來看看 反正我要在我面 學生面前出球 我吵到他面前 準備來校教練了 來來來 我跟你講一個 國手的那個氣度 就是在現在了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機會 跟我一起跳這個 還是不會念 反正就是IG現在 我們要比賽了嘛 我們還是除了 心態上什麼都要調整啊 技術 我們的那個度量喔 跟那種就是 流量 我們都要衝到最高 對不對 我們要讓台灣 真的 大家都可以為 輕艇這個項目而加油 所以能不能進軍 奧運得到金牌 就靠這一支流量舞了 真的嗎 準備好了嗎 麻煩各位了 這是他第一次 要在大家面前跳舞 這對方來說障礙真的是非常的多 但是 你可以啦 輕艇選手 腰力這麼好 你們再轉那個 旋那個都可以 看框是 對不對 好不好 嗯嗯 齒度爆表 好來來來 準備好了 大家 這15台攝影機都準備好了 我們一起來喔 好 你要翻譯給我們聽嗎 好預備 請 好高的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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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很棒 謝謝上學 祝你的金牌 加油 謝謝 好可愛 好可憐 好可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